你们是周末 就会过来这边跟他吃饭这样子 就有空了周末就会过来 那你们是什么时候分开住的呢 四岁开始 四岁 对啊 我四岁去幼儿园的时候 就是那个幼儿园就算是住宿的幼儿园 因为他爸爸在泰昌港口上上班 一个星期回来一次 然后我又上班又没人带 就直接把他住校了 把他送到学校的第一天 因为老师考虑到 因为他是擦班的嘛 是 结果老师倒蛮好的 吃了晚饭就把他带到办公室去 让他散散心的 没想到 他突然拿个电话打电话过来 四岁 我其实本来就忐忑不安 我一接电话 我很意思的我就拿了电话 第一句话你知道他干嘛 妈妈你怎么不来接我的 哇他哭哦 我一下子我也累也出来了 但是从四岁到现在 也是周末家庭了 对啊 对 见的真的很少 基本上一周见两次吧 突然间有没有后悔 就是我错过了他某一段时间的成长 对 上次吃饭的时候我说 哎呀 我有的时候想想真后悔哦 把你放在拳头 现在加起来一共 不知道多少时间跟你在一起 你已经长大了 我儿子那天跟我说 哎妈妈你 你别 别有这种伤心感 哎我现在不是很好吗 一个 哎呀我觉得 嗯 还是安慰 还瘦了 还至少他理解我现在 所以我 他的理解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 对对对对对 那我去问问他呀 我去跟他就是说一些 说一些悄悄话 好 真的这么理解吗 真的可以吗 我现在看我女儿少一天都不行啊 我真的 其实还好 见少离多嘛 我妈就在那个见到的时候就特别宠我 你知道吗 比如说怎么宠你呢 每个星期五回来到星期天走 就每个星期见两天嘛 那两天我妈对我特别好 反正我回来就是满满的菜 阿姨 哎 刚刚她说她每一个礼拜 她回来吃饭里做七八道菜 对对 七八道菜怎么吃得了啊 那个时候搞体育的啊 胃科特别好 然后等她到学校吃了 然后我一个星期我就会吃剩菜 反正就是我一个人不做饭呢 星期到星期是爱 基本不做饭 你为了她做饭 没有 就自己其实就吃剩菜 对对 因为她回来了放菜不是火锅嘛 然后多下来嘛我就慢慢 哦 又不浪费 对对 简单嘛 一个人呀 哎呦 对吧 就问问他们回来 我都期盼他们回来 很暖心 对 多做点菜 我都期待 我都期待